《流行专辑专辑》 《流行专辑专辑》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来的? 进入到创作和筹备期是今年的年初 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的东西是在之前的积累 那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特别抓狂和特别纠结的事吗? 《神章专辑》里面的十首歌其实最让我抓狂的是《流行》这首歌曲 其他的歌曲都面临着更改啊这样的非常正常的一种情况吧 但《流行》这首歌曲是我自己写了七版八版词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《流行》这个主题本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 所以一首歌曲它要承载起这样的功能 不太容易 然后想表达的也很多 所以这个是我最纠结的一首歌曲 直到录音的当天 在录音棚的现场我还给了制作人三版词 问他你觉得哪个好 对 现在大家看到第一这个词是第一版 后来可能稍微修改过的 但方向是这个方向 另外一版是比较比较沉重一点比较严肃一点的 但是我又觉得这个歌曲它本身它其实是 是承载不了那么严肃的一个一个话题的 所以我当时其实有想过说把两版录完出来再做比较 但是我先录的是现在这一版 录完之后我觉得应该不用了 但是我后来又经过一次棚 又在录其他版本 没有录 还是在这一版 我在这版上面又做了一些调整 所以 对 这个过程其实是纠结了很久的 那就是像之前的专辑上一张野蛮生长 然后还是比较偏重于个人的态度表达 然后这张专辑可能 命题会更大一点 有点站在就是实在的角度去说一些 普世价值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呢 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可能就是到了一定阶段自己的视角 自己的关注的东西 会发生一些改变 音乐这个东西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 和个人化的一种喜好 尤其是当我们从聚众的时代 变成一个分众的时代 我觉得这样的选择就更加的个人化了 那我做音乐上面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喜欢你的音乐 但是我觉得有知音就好了 但是流行这首歌里就是写了很多娱乐圈的事件 嗯 因为你也是艺人 你可能就是也做一个当事人 可能会清理一些这些事件 比如说CV啊什么这种 你当时也在全城旁观 嗯 就这种 因为你是一个经历过这种东西的人 然后你回头再看 比如说媒体的一些过渡解读 或者是网友的一些讨论 你自己有什么变相的感受吗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流行的事件啊 就是 嗯 很多人觉得 嗯 印象当中的旅存可能并不是真人旅存 它只是一个流行符号而已 所以我觉得有趣就有趣在 我自己本身是 当事人 对啊对啊 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个 这个命题特别的有意思 嗯 嗯 说一下那个Crossy这个歌 然后这首歌词是你跟住一起写的吗 对 但是写英文词感觉跟中文词有什么趣的 嗯 不太擅长 对 因为中文词可能更加的 呃 运用方面啊各个方面 就是 我觉得肯定是更更擅长一些的 英文词 我也是第一次尝试 呃 呃 会有一些 顾虑 也会有一些顾虑 但是 我觉得这次很高兴可以跟他一起来创作 嗯 一起来合作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 呃 想说一个音乐制作上面的一个合作 还没有想过说要合唱 嗯 因为我其实 我的专辑里面合唱也是 他是第一个人 所以 其实这些都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然后 彼此之间有火花 然后又又进一步的探讨 呃 所以我觉得创作本身它是非常有趣的 嗯 这首歌的MV呃 呃 看一下那个灵感是跟黑镜有关吗 有有有关联吗 其实没有欸 没有 因为我觉得都是那种电子 对虽然我自己很喜欢黑镜 但是 这一支的MV 倒没有跟黑镜有关联 这一次我选择这个呃 呃 就是MV导演 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艺术家 他之前好像都没有太多拍过video 他他更多的是进行的艺术创作 那这一次呃 呃 在这个MV里面呃 呃 采用了这个蒸汽波的这样的一种是 艺术表现手法 呃 会比较新鲜吧 嗯 所以他那个口音这首歌 呃 呃 因为写日本以上的故事吧 嗯 嗯 但是怎么想从这个角度切入 口音这个主题其实是我很早以前 寄在备忘录上面的 就很想写的一个主题 因为我认为我自己还是比较 比较敏感和信念的一个人 就是我当当我听到不同声音的时候 我会 他会刺激到我 嗯 我会给我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主题一直是我想写 但是又没有写的一个题目 这一次就有机会把它完成 嗯 肯定是跟我自己本身的 在北京超过十年的生活有关系的 我在这个城市 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城市很空很大 嗯 啊 然后自己也不知道终点在哪里 呃 带着不同口音的人 所以其实他也会在 呃 身份认同上面 有一定的 意义吧 嗯 嗯 说一下那个演唱会的时候 上周那个手上会 用了那个来往死云小小厂 那个成型是吗 嗯 这个什么时候还有想法 十二年前 你知道我十二年前 我十二年前我其实做了一场不插电 就三二零 对 我做了一场 但是因为 就是这样的场馆 其实会 会比较的麻烦 然后 不能达到 那个理想值 所以 所以三二零之后就没有再做这样的尝试 但是那个一直是我的 我的想法 一直想做的事情 嗯 那这次就是做完之后 嗯 出现了 出现了效果跟自己想中的一样吗 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呃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 基本上达到了 嗯 嗯 当然肯定会有一些 肯定会有一些 我觉得还可以精益求精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 我还是 还是挺满意的这一场 嗯 因为我自己回去看了 三次 这个回放 一般我其实很少看自己的演唱会 但是我 我这次看了三次 我觉得嗯 一个直播 一个直播做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自己还算 满意了 手上会之后 你也发一条微博吗 微博 现在回归微博了 嗯 这个问题我是倒是 自己仔细的想了一下 嗯 我在想我当时为什么会 离开微博 对 其实想一想也 真的蛮久了 嗯 其实我我客观的认为 还是跟 这十年间的网络暴力有关系 在面临那样的一种状况的情 的时候 我自己其实选择当了一个沉默者 嗯 但是 当我成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你会 你会越来越深刻的感知到 你跟社会的一种关系 真的会 会由衷的感慨那句 嗯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所以 所以其实在时代面前 没有人可以真的袖手旁观 我觉得 所以无论是音乐人还是电影人 还是媒体人 可能会 还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载体去发声 就是 但是我既然 我觉得我既然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我就要认真对待它 所以我就把之前 内测时期 唱片公司同时帮我发的一些微博给清掉了 好 说一下电影是吧 然后因为那个周遥间马上要上了 嗯 对然后 这次拍戏 你之前有说找那个刘天驰老师做指导吗 嗯 嗯 对 然后 然后 看这个时候眼睛有什么突然有进得起什么 那就要去看电影了 嗯 因为我自己也很不好评价 就是 呃 我之前拍的时候呢 有一些朋友来探班 嗯 导演的朋友 然后我就坐在他们面前 可是他们就 不知道我在哪儿 然后 就不 大家都不敢直视的感觉 这是造型方面的 另外的就是 嗯 我自己在拍的过程当中 呃 我的同事啊 他们都觉得很好笑 然后跟我合作的演员也会觉得 我们再跟 再跟一个假的绿春演戏嘛 呃 然后最近一次就是我在配音的时候 嗯 嗯 我自己其实不太 已经不太配得下去了 哈哈 是自己笑场的吗 对对对 所以所以 其实我也 我也很期待这个 这个 最终的呈现 那 那有想过自己去导演 一个什么剧啊 或者是 哪怕小等片 有这个想法吗 有啊 因为 因为除了音乐这个载体 去表达一些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之外 我觉得通过影视 呃 我也是很感兴趣的 嗯 所以这方面 就是还是在 在积累的这个过程 嗯 那如果真的让你去导演 你想拍这个题材 嗯 不知道 没没没没 没想那么具体的 嗯 有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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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